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贴文下面你是不能够reply的 不能骂他 Nazib有调侃他 说叫你关公厂 不是叫你关留言区 很多人去嘲笑他 但阿兹敏最近出国 其实之前首相着身 Izma Sabiri跟Tisha Moutin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阿兹敏被人夺权了 因为他在外国升职又没有他 所以是好像被城桥兵变了 你不在国内 你的地位就给人强调了 所以他不在我们的国内 我之前就说这个想法是错的 阿兹敏一直以来都是慕尤丁的智男 是帮慕尤丁光观难过 光观过的其中一个主力大将 所以这个计谋我告诉你 慕尤丁不可能没有跟阿兹敏谈过的 而且延续国门政府的生命 就是延续阿兹敏的政治生命 所以慕尤丁出的这一座庙旗 我已经分析过三四次了 有好几个媒体有找我评论 我已经分析过三四次 我已经讲过一样的东西 就是阿兹敏是得利者 因为国门政府的寿命得到延长 国门政府的寿命得到延长 就意味着阿兹敏的政治生命得到延长 他也可以吃香而烂 最近有一些丑闻关于阿兹敏 疑似丑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蛮多人发给我的 就是不是男男性爱影片的 是他的孩子在澳洲 有几百万澳币的存款 他的saving account给人报出来 这个事情很多人没有 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新闻报 所以没有很多人有关注 但是攻击阿兹敏 不只是网民 大家都不满他 其实不止不满阿兹敏 是不满整个国门政府 因为整个国门政府都做得很差 但是其实也一直有人在挖他的料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我刚才讲到一半 说丢脸丢到国外去 就是阿兹敏关了他的comment功能之后 阿兹敏后来到了奥地利 欧洲的奥地利去那里谈生意 他其实谈了蛮不错的成果 带了85亿的contract合同回来马来西亚 奥地利会投资马来西亚 85还是82亿 我不记得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总之80多亿他会带回来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现在全世界都受疫情的困扰 当然西方已经慢慢摆脱了 中国据说也慢慢摆脱 只有我们东南亚还在普普挣扎 但是大家其实都很艰困 可以谈到这一个生意其实是好的 绝对是好吃 应该给阿兹敏credit 可是上万个网民 不夸张 真的是上万个留言 涌入奥地利部长跟阿兹敏 一起合照的贴文 然后说我们谈成各种成果 然后去嘲讽阿兹敏 说我用面包用石头来换阿兹敏 然后说阿兹敏是一个废物 我们不要他 你拿去各种各样的嘲笑 各种各样的谩骂 所以真的丢脸丢到外国去 丢脸丢到外国去 一个代表马来西亚 去谈这个事情的人 被我们自己的国民羞辱 这个不管放在哪一个国家 都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阿兹敏在迫于压力之下 在这样子丢脸的情况之下 他被迫开回自己Facebook的comment区 他开回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伤害已经造成了 你开回是没有用的 他被迫开回是想到 他可以divert掉这个流量 你们不要一直去外国 来骂我的 因为阿兹敏不止去奥地利一个国家 如果这些网民跟着阿兹敏的主机 阿兹敏就每一个国家都丢脸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奥地利的部长 奥地利的领袖 你看到我接见的这个人 在国内竟然是这一副 令人嫌弃的样子 你会怎么看他 即便你表面还是对他并并有理 你被迫你也会嘲笑他 所以阿兹敏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 还要divert掉这些流量 就开回自己的Facebook 你要骂你赖过我的Facebook 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但其实没有用 广民知道这个可以修你 一定是一窝风趣的 这个其实 你辱骂阿兹敏其实没有错 政治人物就是拿来监督的 他确实做得不好 做得不对的 你就敢敢去骂 但我们今天要探讨深一层的 我要分享深一层的 就是阿兹敏为什么会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整个国盟 像我们现在说疫情很差 其实真正要负责的人 抗疫最主力是谁 Isma Sabiri 慕尤丁 接下来可能是Hikshan Mokin 如果你说太过保护工厂 给工厂开 造成疫情压不下去的情况 你要怪阿兹敏 其实护这些工商业的 不只是阿兹敏 阿兹敏是贸工部长 他本来就是要保护工商业 他的利益 我之前就分析过了 他的利益跟工厂 其实是利益与无关的 其实他们是站在同一层线的 但是不只是阿兹敏 是支持开放工厂的 我们的财政部长 我们的首相 都一直公开说过 我们不能全关 我们马来西亚 经不起这样的打击 一天要留失30亿 所以我们只能半关 我们没有本钱 所以为什么阿兹敏 还是会成为众死之地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说的 阿兹敏其实 他离开公正党 就是死无一条 他其实是一个政治使人 因为他里外不是人 他得罪了自己合作 奋斗了20多年的西盟 的公正党 的行动党 之前的盟友 或者是诚信党 得罪了这些并肩作战 有革命情依的人 然后他跳槽了一个 自己抨击了20年的人 你说这些给他骂 给他嘲笑 给他攻击了20年的人 你突然来跟我同一个阵营 我会把你当自己人吗 绝对不会 我一定会对你保持戒心 一定会对你保持戒心 所以阿兹敏现在是里外不是人 所以问题来了 现在政府很差 政府很大问题 我们承受的压力很大 那我要指责 要指责谁 要指责谁 当然要找一个带罪高扬 环顾国盟里面 最好的带罪高扬 就是谁 当然就是你里外不是人的阿兹敏 我们攻击你西盟也不会 你攻击Zahit 你看西盟 现在有一个很吊诡的情况 Zahit是应该 Zahit是我们马来西亚乌统 里面最值得骂的一个人 他的案件 40多个案子 47条案子 每一条都是 极大的迫害马来西亚的利益 极大的压榨马来西亚的利益 都是明知明告 但是你有发现吗 西盟从西莱登政变到现在 没有骂过Zahit的 没有骂过Zahit 没有 而且还一直要跟他合作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西盟 他们还会看政治利益 会来捍卫这些自己的敌人 可是阿兹敏他们是绝对不会捍卫的 所以如果把阿兹敏推出来 带罪高原他就是一个吸这些仇恨 吸这些谩骂的最好的人选 最好的吸尘机 他吸得越多 我们受的压力就越轻 所以不管是我们内的哪里一个人 都会视阿兹敏为最好的带罪高原 阿兹敏为最好的带罪高原 其实现在明月已经很深 你说我们可以全关吗 是不可能全关的 我说过 因为你不管怎么关 你至少有七八个领域 食品 饮食 超市 卖食物的 然后生产这些的上下游工业 你一定要开 不然我们的人民会饿死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能力煮大锅饭 我们不是共产国家 不是政府可以一声令下 不让你出门 然后由政府出大国犯来 马来西亚没有这个能力 我之前讲过了 所以一定要让人民 可以去购买到这些必需品 所以不管在怎么研的MCO 这些行业都一定要运行的 但是当然我们马来西亚开得太大了 开得太大 但现在有一个很吊诡的情况 我很多开工厂的朋友 有上市公司的 有很大的几百个员工 几千个员工 像我老婆也是在上市公司做工 但我告诉你 你可以问一下你开厂的朋友 现在在马来西亚 其实你不要以为可以开厂 可以做生意 像我们的大队长 他做饮食业的 他可以开他的店 卖食物 你以为他们很开心吗 也不开心 能开的人不开心 不能开 不能做工的人更不开心 原因是什么 因为能开的人 他别政府 视为好像十恶不赦的坏人一样 像曾大哥 这两天发了很多政府 倒行内施 怎样去查这些商家 怎样去对付这些商家 只要他一来 你开门 他一来查 你一定做 你的厕所 如果有两个人可以进去的厕所 有两个隔间的厕所 你在门口要贴一张纸 说最多只可以一个人进去 如果三个人的厕所 最多只可以两个人进去 你门口的厕 要画到清楚 有些你来画厕了 你有画厕画得很清楚 他说你没有告示 你没有写 in and out 他也一样抓你 即便像我们律师行 是没有人排队的 你没有放 他也一样 开三万点 你一开就是一万块 所以能开的人 也很生气政府 而且最构厉的一点是什么 这些大工厂 现在Hamsa在纽丁 出动直升机 出动特种部队来抓 拿机关枪来抓 而且他一进来 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吗 我好几个工厂界的朋友 跟我投诉了 我们的铁粉IU 也是一样开工厂 他进来是怎样 全部停工 全部蹲下来 手放在头上 所以你想我们正当做生意 我们拿到MITI的approval 拿到政府各部门的approval 我们遵守SOP 我们在为国家做生产 制造生产种子 为国家的繁荣出力 可是你却把我们当做打枪 打枪的坏人 一进来全部停工 蹲下来 手放在头上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我朋友有拍照给我 给我看 他说红律师 这个东西你要讲 为什么 你只是来查SOP 好像我们打抢银行这样 现在我们开场 开场是打抢银行是吗 所以大家都非常生气 他问我说 红律师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老实说 这个都是警方 或者是执法部队的安全 我之前就说过 我们马来西亚 因为没有独立的审查机构 警察的权力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警察来 其实他讲什么 你要跟着做 因为你没有跟着做 他随便可以安一条罪名给你 说你妨碍执法 妨碍我们公务员执法 他可以加多一条罪给你 如果你不合作 他打你 他说你反抗 我是用合理的武力 我没有用枪 我用手打你 所以吃亏的还是自己 所以我一直强调警察来 我们马来西亚警察权力是很大的 配合他 跟他合作 但是他有什么烂权的行为 比如叫你蹲下来 然后把你当贼一样 把证据留下来 你的CCTV 你的什么 甚至他爬进来 虽然现在在警局状态 他们直接这样爬进来 你们没有开 他直接爬进来取缔 在普通时候是不可以的 你要有警局状态 你要这样散闯进工厂 散闯进别人的家 第一你要有听令 如果你没有听令的话 你要有一个 inspector级的警官在场 还可以 不是随便 你抓SOP 你就可以这样跳进来的 并不是 但现在是紧急状态 我一直说 紧急状态是无法无天 是独裁的国家 政府最大 政府 所以就是人民没有可以说的什么 所以他们可以这样跳进来 但是这些 都可以是一个烂权的证据 包括他这样子 叫你蹲下来 这样子修辱你 你叫人蹲下来 他们做工罢了吗 又不是拿刀 又不是会反抗你 又不是会攻击你 你只是查SOP Come on 你是来查SOP的 你叫人蹲下来是什么意思 其实唯一的目的就是修辱 我一直说 权力要制衡 没有权力的制衡 一定会浮华 因为你拿到权力 你会感觉自己像神 像警察有权力 我叫你蹲你就要蹲 我叫你趴着你就要趴着 我叫你裸蹲 以前有发生在警察局裸蹲 怕你刚门查毒品 你就要裸蹲 脱掉衣服 蹲 你说这种是有一个快感的 你知道吗 我好像神一样 我有快感 所以所有的权力都要监督 独裁的政府 不可监督的权力 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因为他把人分了阶级 一个阶级是管制他人的阶级 永远都是管制他 一个是被奴役的阶级 永远都是被奴役的 民主你被奴役的 你不是统治者 你可以通过民主 通过选票 变成统治他人的人 至少你可以选择 但独裁是没有个好选择 所以我们的警方确实 我也不是说全部警察都会滥权 但是我们都知道 确实有滥权的警方 所以要收集证据 要收集证据 然后尽量的投诉 把事情到达 因为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所以有朋友跟我反应 这个我特别讲一下 所以可以开的人 也是心里非常非常的不满 怒气没有的好发泄 当然不能开的人 像我 我现在只是自己去做工 我也不敢叫我的工人 因为法庭没开 土地局没开 你开了也没有用 像不能开的 我们又要还租金 又要还工期 又要还水费 又要还电费 又要还生活费 又要给薪水 我们当然心里也不爽 所以政府现在这样子下去 肯定是全民皆放 全民都讨厌他 所以他绝对要一个出风口 这个出风口就是 现在看来最好的人选 就是阿兹敏 我从喜来登政变之前 当阿兹敏一直说要跳的时候 我就说他很可能会跳 但是这个是很笨的行为 不应该跳 你即便在公正党给安华打压 到没有党值 你也不应该跳 因为错的是安华 你可以遮伏起来 但是当然阿兹敏不是这样想 最后他跳过去 所以他现在变成这样子的情况 也可以说是旧有秩序 也可以说是旧有秩序 我刚才举的例子说 可以开的人生气 不可以开的人更生气 其实最近不知道大家 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马来西亚的日本总商会 马来西亚的德国总商会 都发出了措辞强烈的信业证 说你们做得太差了 混乱没有协调 SOP混乱没有协调 一下可以开 一下不可以开 然后我们不是MITI的 也要跟MITI申请 然后各种各样 不合理的东西施加下来 这些大的外国厂商 已经联合起来 发生跟政府施压了 明明白的讲 他们在他们的信件里面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讲 这样子会让外资撤出马来西亚 会让外资撤出马来西亚 所以马来西亚就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阿兹敏被炮轰 是旧有秩序的 是旧有秩序的 不值得通知 所以阿兹敏现在是压力重重的情况 你说他为什么会弯掉他的comment 当然他知道现在人民的怒火 都往他这里烧 可是他哑巴吃黄脸 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现在能做什么 你说西蒙如果团结一致 拉拢他 他还可以跳过去 但是西蒙现在手都绑起来 说我们隔岸观火 这个是今天最主要的压重讲题 最后一个讲题会讲西蒙隔岸 隔岸观火的策略 所以他跳过去没有人要 也没有人拉拢他 那他可以自己离开 现在国盟政府不可能 现在他不管被骂到几惨 他还在此乡喝 他还可以出国 我们马来西亚人要出现都难 他可以出国去奥地利 马来西亚有多少人一生 是没有打过飞机 打过飞机的 有多少人一生就算你打过飞机 只是去泰国 只是去新加坡 连中国日本韩国都没有去过的 你看他全世界各处跑 这个就是部长的好处 当然还有纳兹里 五岁的孩子可以去法国独幼稚园 可以想一下这些部长是多么的爽 多么的吃香而辣 这也不是纳兹里第一次 之前被隔离的时候 纳兹里的老婆就有开 我们家后面就是大海 清澈的大海 白白的沙滩 这个就是我们的隔离生活 还拍点你看他跑进海里面 这个就是典型的 猪门酒肉臭 入有洞死乎 所以这些部长不值得可怜 而且他知名算是旧有之取 所以这个是最近最热的事情 我特地拿来讲一下 好我们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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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